今天立院一件大事 行政院長陳建仁他的食安報告 但是這個書面報告一出來啊 大家覺得說 欸你這真的是食安專報嗎 怎麼酒夜的內容都在歌功頌德呢 看不到檢討 只看到甩鍋 還有黃國昌 想要利用食安專報當成個人的主場秀 可是反而被老柯給修理啊 另外還有昨天一場藍白的餐序 維哈哥要帶我們看喔 這場餐序藏了什麼樣的訊息 好 兜拉還有暴行的觀眾朋友 來看今天的食安專案報告 這個禮拜真的很精彩喔 禮拜二開議 今天禮拜五已經食安專案報告了 中間還有幾次的政黨協商 黃國昌 柯建民 大家罵來罵去 先看今天的最新的現場 就是陳建院長終於到立法院 去進行食安專案報告 來 觀眾朋友 今天搶進百面的人就是徐曉昕 因為徐曉昕呢 他在跟這個行政院長陳建仁 唇槍舌戰毫不示弱 真的喔 那個兜拉女上網去看一下 所有的新聞都是徐曉昕 都是他 他嗆陳建仁說你是怎樣 參加百案小學堂嗎 然後呢 還有包含金門的事件 還有保證的事件 每一個新聞都有徐曉昕 好 那觀眾朋友 曉昕認為這個 就是陳建仁院長 你的食安報告當中刪去法 弄到最後 所以答案就是 實驗室污染 但等等 請大家回推喔 食藥署的署長 吳秀梅跟 衛部部長薛瑞元 2月6號講什麼 他們兩個在2月6號 今天已經2月23號了 他們兩個在 兩個多禮拜以前就講 排除 實驗室污染了 為什麼你現在搞了半天回來 行政院長在這個 專案報告又變成實驗室污染 這其一 其二 你要知道喔 當一個行政院長來到 立法院進行專案報告的時候 包含像議會 當市長到議會去專案報告的時候 一定是出大事的 比如說我簡單講個例子 以地方來講的話 馬英九當台北市長的時候 納利風災 整個連檢驗站都淹掉了 收購整個都沒有辦法營運了 這麼大的事情 請你來做專案報告 結果他來了以後 各位議員 各位台北市民 台灣一共在過去20年 有經歷了38次的颱風 其中哪一年哪一年 這個叫專案報告嗎 我要你報告納利颱風 你就告訴我納利颱風 只要講重點啦 我要你報告這一次的瘦肉機 你跟我講說 馬英九前總統時期 有三聚清安 有塑化劑 你去講那個幹什麼 對啊 怎麼在偷臭別人啊 他要臭別人沒關係 如果他臭別人之後 得到這次的答案 我也能接受 如果今天我是在立法院 我還在當記者 我在二樓梯 我會很失望 因為他其實 第一個你剛才有講到嘛 三分之一在歌功頌等明將 做得不錯嘛 你做得不錯這個事情 你不用拿專案報告來講 你隨時都可以講 你可以開機都會講啊 第二個 我要問你的是 觀眾朋友應該聽懂我的意思了吧 今天是因為這個瘦肉機 讓大家恐慌 可是說實在的啦 我身為一個消費者 我並沒有那麼恐慌啦 我問你 如果是SARS的時候 你可能還沒出生 如果是COVID-19SARS的時候 我們大部分緊張怎麼辦 現在是不是一定發燒 就會馬上就會SARS 那台北市林靜秋這個護理長 那麼嚴重的事情的時候 你就針對這一起啊 今天我們講 如果出現了台南 圍觀大樓的地震 或是花蓮的地震的時候 後面的修繕 結果你再告訴我921是怎樣 所以 觀眾朋友聽懂我意思了 所以你用三分之一的時間 歌功頌德 三分之一的時間 再講馬英九的這八年 完全沒有意義 這兩個都可以倒叉 你應該用百分之百的時間去講 這一次到底怎麼樣 還有第二個 今天你用刪去法弄到貨桌 認為應該是實驗室污染 對不起 我是黃偉瀚評論員 你是主持人 現場其他的 有的是議員 有的是立委 有的是這個評論員 我們都沒有公權力在手 你是行政院長 你今天到立法院 請你不要跟我講543 給我答案 對 如果是實驗室污染 你就說我行政院長 經過我們整個行政團隊的調查時候 定調就是這個答案 而不是在那邊講說 根據三區法應該是或應該不是 這個事情其實基本上 對我而言 對消費者而言 哪有什麼中央地方之分 現在有要選舉嗎 選舉是2026 還有兩年有10個月的 所以現在對民眾而言 台中市政府是政府 行政院也是政府 你不要再被互別瞄頭 你只要告訴大家 到底怎麼回事 為什麼這一次會驗出台中那個肉 有這個西布特羅 然後以後怎麼辦 現在那一批肉 300多公斤吃到只剩11公斤 你去驗那11公斤只有這一盒 那其他350幾公斤 有沒有被吃下肚呢 所以今天的實安報告不是我在講 我剛剛也講 大家聽我這樣講就覺得說 其實他並沒有一個好好的完整說明 就是這樣子可以等於是行李過儀過場 黃國昌也是這樣的評價 黃國昌講說有沒有 他覺得 準備這麼久的實安專報 居然是這麼的擔保 有一點驚訝 其實也覺得失望 還有剛剛其實講到說 現在這個禮拜 好像都變成黃國昌 他的個人主場秀嗎 就連坑文哲 好像有一點要看不下去了 等一下再講這個 不過黃國昌他現在也被綠營電爆了 直接大罵 這就是立法院好不好 這就是柯建民 他在這個協商過程 大家直播的時候 直接有沒有 臉是笑笑有沒有 他向黃國昌說 你到底懂不懂意識規則啊 你這樣子去禁服二毒 那我們一個月都不能處理了 黃國昌後來也有在臉書講 我要幫黃國昌講一下 黃國昌後來有引演說 誰跟你講 也有前提是不是這樣 兩邊就是唇槍舌劍 但是 我們很早在報信我就講對不對 我說柯建民看到黃國昌就是壓起來 他完全不隱藏他對他的這個 怎麼講 就是可能 可能既有公務上的對立 也私底下看不對眼 他就直接講說 你當大家都是白 白 白1 2 3 4 5 6 7 對不對 他就嗆他了 然後跟著吳思耀也一起嗆 那最近呢 他們都在嗆來嗆去 嘴巴都是帶著笑意 可是言詞都非常鋒利的時候 都在學韓國語 像吳思耀講說 請這個黃總長 看我的眼睛 因為以前韓國語講到看我的眼睛 所以現在每次要講什麼的時候說 欸 懂啦 看我的眼睛 觀眾朋友 看我的眼睛 看我的眼睛 所以呢 黃國昌現在跟柯建民在立法院就水火不容 那既然 綠白水火不容 那另外還有個藍啊 藍有52加2啊 所以呢 昨天晚上這場餐去就很特別了 觀眾朋友 沒有 選立法院長的時候 民眾黨巴西有沒有投給韓國瑜 沒有 那你那時候要投給韓國瑜的話 這不是我在講 是國民黨當時都有講 只要願意合作的話 什麼都可以談 副院長可以給民眾黨 或者是所謂黃珊珊 都好談 因為紅珊不要做嘛對不對 那召委有8個委員會啊 也有可能一個或兩個委員會 召委大家合作嘛 但這件事情 因為民眾黨沒有投給韓國瑜 所以傳過水無痕 嗯 但昨晚在康園 觀眾朋友 康園是立法院裡面的餐廳 進到康園去吃飯的時候 你看 黃鍋昌那是真的喝啊 哇 臉都紅的啊 大家看清楚 黃鍋昌跟那個林思民 真的喝到臉很紅 那不滾起不知道是不是酒量好啊 臉沒有變紅 他是很會喝 黃鍋昌都喝成這樣 連耳根都紅了有沒有 好 所以他們在這個 昨天晚上的餐會之後 記者現場是有問喔 為什麼看起來 第一個 吃飯有真的喝酒 表示說還蠻熱烈的 第二個 出來以後大家有一起合照 第三個 問他有沒有談召委 因為馬上下禮拜要處理召委了 柯文哲的回答是兩個字沒有 可是你講沒有大家不信啊 怎麼可能 大家現在看起來 因為畢竟雖然民眾黨沒有投給韓國瑜 但是韓國瑜還是當了院長嘛 那是不是為了往後 以後在立法院能夠把這52加2 54再加8 62票 全部集在一起 國民黨有沒有可能讓給民眾黨 一到兩期的召委呢 現在我看起來 那個機會不是你 但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剛剛躲到在想 那現場是這樣 主席是柯文哲 旁邊是站總召對不對 對 總召旁邊在過去才是黃珊珊嘛 導播那個畫面再來一次 你可以看得出來 雖然是這樣有親疏遠自之北 有沒有黃珊珊 黃國昌跟傅文琦嘛 對 但是你知道昨天 柯文哲吃完飯是講什麼嗎 他說了什麼 他說以後 我們就讓我們的這個 黃珊珊跟那個很年輕的 這個彭夢凱 他講成彭了 黃珊珊叫做紅紅紅 紅孟凱 就是二把手 建立管道 不只打電話 有事直接到對方的辦公室去談 就好啊 所以一副就是 昨天晚上吃完飯以後 藍白變成是 欸 政線聯盟了 那黃國昌呢 好 那你講到重點了 我剛剛講到這裡 我都不覺得有問題 但是有人說 欸等一下 那就黃國昌跟傅昆琦兩個人聯絡不行嗎 總召對總召啊 那他說不是 是黃珊珊對這個 就是紅孟凱 好 那這樣看起來 我們善意解讀叫做什麼 主帅就在作证啊 由二把手去一对一嘛 可是黄国昌他不是最有经验的吗 那现在问题来了 对 今天朵拉讲的就是大家在质疑 那会不会是另外一种解读 是恶意的解读 因为上一次的那个协商 只有三个人 我们不是关键 我们只剩少数 所以把这个黄国昌的兵权给拔了 主席直接交代立法院的事情 由黄珊珊决定 黄珊珊去跟洪孟凯 绕过了黄国昌 也同时牺牲了傅昆琪 所以我不知道 这个等后续 黄国昌跟这个柯文哲主席 他们的互动更多的时候 才可以看得出来 但以昨天 这个话是引大家解读 但是光是以吃饭过程当中看起来 柯文哲跟黄国昌是不错的啦 5期报新闻从2018年开始 连续6年 谢谢大家的陪伴 我们已经累计了 总计9亿人次的观看数了 非常感谢大家 重磅消息 给大家拜托一下 我们快要突破 100万的订阅 我给他唱一下 请大家楼顶着楼下 托更多人 来帮我们按赞订阅 100万人的幸运儿 会是你吗 请大家一定帮忙来订阅分享 然后我都会看哦 感谢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